车站大厅内挤满民众 中国大陆的北京火车站 迎来暑假第一波 当地称为蜀运的大规模旅游人潮 蜀运是从2019年7月1号 至8月31号 一共为期62天 那么在这62天 我们运送旅客将达到1018万人 平均日均发送旅客将达到16.4万人 今年蜀运 光北京搭火车的乘客 估计就超过6500万人次 比往年增加2.5% 学生 旅客和商务人士是主要客群 7月暑假才刚开始 和8月快开学时 会各有一次流量高峰 有这么多人要搭火车回家 北京火车站想出几个因应措施 熟通客流 北京南站开设了极客通道 专门为距离开车时间 在15分钟以内的旅客 提供极客服务 同时还采取了延长 快速进站通道运行时间 设置学生售票窗口 增加自动售票机等措施 北京火车站地下停车场 也为开车来的旅客 增设通风设备 减少空污危害 将我们原来通风的换气次数 8分钟一次 提高到现在的5分钟一次 大大提高了我们停车场的 这个空气质量 不只搭火车的人多 搭飞机回家或想和家人 出国去玩的乘客也增加 根据大陆民航局数据 国内和国际航线加开班次 也延长10个机场的夜间营运时间 让更多人都能从容享受快乐暑假 大新闻 整理选编译